在統戰上中共持續的來邀訪我們的基層青年到對岸來訪問 推動各種的地方的交流 包括中共的意識形態來混淆國人的認知 第七 中共也持續的擴大對我們的網路威脅還有徵訊的操作 那中共透過各種的網路的侵害活動 來鎖定我們的政府機關 高科技園區以及能源交通等等民生相關的領域 進行侵害竊密或是癱瘓破壞 對我們的網路安全形成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中共對台的一個統戰或是認知作戰的樣態 確實會找知名的人物來呼應他們對台政策的一些說法 那藝人政治人物退降或現役軍人去簽署效忠同意書 等等的都是他們操作的過去的一些看到的手法